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尚剧教 我们上期节目跟大家说,我说讲周天 这是,这是,我们先插一句 这是韩国瑜的帅旗当初被咔嚓折断的时候 那个场景,背后呢,因为颜色的问题 背后呢,他是韩国瑜类,这帅旗折断 帅旗折断之后,他距离大选的时间很近了 然后大选就舍彩了 而当他获得这个选举的时候 他是死了一条金龙鱼 这是国民党的故事 我个人觉得现在人没有能力去顺其天意了 人没有能力顺其天意 是件很可悲的事情 就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明白的人会助手的 他不去,我觉得是他不去现那眼了 他宁肯不尝试 他也不去说,去碰这种天意当中的意 这种概念 我为什么说起这个周天 其实今天无意中想起 也谈不上 我个人也谈不上想起来 他就故事就走到那了 大家记得江子牙金台败帅的时候 第二层金台,他是那么说的 三百六十五面红旗一个周天 我们跟大家解释了 三百六十五面红旗一个周天 而他应对的呢 其实风神榜就是三百六十五个神 那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那也就说他讲一个周天 其实是讲的一年 每天一个神仙 我们当时就那么 我们当时那么跟大家解释了 后来我跟大家解释 我说你看 一天永远有重复的 对不对 今天,明天,后天,昨天 对不对 每天都是早上八点钟 我们该做节目早点做 都是一天 一天又一天,一天一天 他总是同样的 他没有什么重复 昨天就是昨天 对吧 明日和其国什么什么 就说什么老少不努力什么这的 那时候就用那词 去强化人的欲望 贪婪 他根本不是一种顺应 欣赏 不是欣赏生命 不是欣赏自己的珍贵 而是想占有什么 所以一天是重复的 那一天之外呢 就是七一日一个星期 对不对 今天是星期四 下礼拜还有星期四 上个礼拜也有星期四 星期四是重复的 每个星期都是重复的 这个月是六月份 对吧 六月十号 六四 三十一年前 也是六月四号 就是六月是有的 四号也有的 那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一天 一个星期 一个月 在每年中都会重复出现 在每一年中都会重复出现 这个朋友能理解 但年是最大的 它不会重复出现 2020年 2019年 对吧 万劫不符 再劫难逃 2020年 天灭中共 再劫难逃 万劫不符没了 结束了 嘿 明年 2021年 2020年过去 永远没了 不会重复的 在我们时间的技术中 年是绝对的 天 星期 月 是重复的 所以 年就是最大的 在这最大年里面 它当时 说法叫 周天 三百六十五天 其实 它展示了一个 一个秘密 我们昨天在 涛格侃分神 在形容 这个 原始天尊的时候 它就说了一句 它说原始天尊叫 碎笔庚 庚子的庚 如果你 碎与庚 是碎同庚 碎同庚 应该是 同庚的意思就是 与时间 重合 当你与时间 重合的时候 它形容的是 原始天尊 不生不死 永远长久 万寿无将 你看他们都说 老爷万寿无将 实际万寿无将 现在明白了 不是这里说 那个万寿无将 是指 与时间同在 与时间同在 那意思是什么 这今儿早上 无一种意识了 我们很多人 很多人练功夫 练周天 周天练的什么 周天练的是那三百六十五 而我们说的 一周 就是在 而这三百六十五 是时间 就是一年 把你身体 你的身体 如果 大周 我们就说这意思 这完全是我理解 如果你周天通了 是指 你的身体 跟一年 时间 三百六十五天 是同行了 就叫同庚 为什么叫同庚 庚是天之当中的七术 第七个 今年是庚子年 第七个 子 所以庚子年 是死门 是结术 甲子年 是生术 是生门 今年是他大结年 七的定术 所以 七的定术呢 那你想 岁同庚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定术 没有 解答 是讲人的永生 我说的意思 就是在一个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度的空间里 我们人生活的空间的环境 是三百六十度 所以 二郎神的七十二遍 孙悟空的七十二遍 是指七十二猴 七十二猴 一猴 是五天 就是金木 就是七一日当中的 金木水火土 五颗行星 不包括 星期日 星期六 不包括日月 指在 不包括日月 也不包括星期日 星期一应该是 它只包括金木水火土 那是空间上的 一个完整 那就是三百六十度 在时间上 是三百六十五 多了一个金木水火土 多了一个五行 就是 当你与时间并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突破空间的五行的概念 走出五行 那自己的师尊讲过什么叫走出五行 物性比较差 一直理解不好 就走出这个物质世界 后来我今天早上突然意识到 故事是这样的 走出这个空间的物质世界 走出七十二遍 你就与时间同行 你就是永生了 你就不死了 你不用找三千童男 三千童女 不用去找 在你自己身体上 所以空间是由时间隔开的 那 为什么 你看二郎神七十二遍 很多人弄不了他 他也不能用他的七十二遍 去伤及别人 他在后来可以伤及妖怪 但他伤 七十二遍里头伤不了神仙 他只用笑天犬伤神仙 他进那些修炼的 他自己的变化伤不了 他自己的变化值 只能给人使点坏招 只能使坏招 不能直接杀别人 因为七十二遍是给控制在这三空间里面了 但是 他周天打通了 是在时间上突破了 我不知道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没有 这个意思其实是相当 我以为相当深刻的 有着一点 一点点宗教基础的 我相信 他那习近平身边的有本事的人 所谓有本事的人 肯定不懂 他们要懂 要懂一点点 谁也不会去找王民的 肯定不去找王民的 马云有多少钱 他不懂 甭管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价 这个连太极这个 这个价是多那个 瞎摆 瞎摆 他要懂 谁都不敢碰 早跟大家解释过 有些东西不能碰 他就是腰 他不是人来的 你哪能碰 你碰 你就永远去不掉 我不知道人家别人 给花钱去得掉 去不掉 那是人家的事 但我理解是去不掉 我这人就随口说 对不对 我以为那东西不能碰 所以真正 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 在想突破空间 是在时间上并行 你就突破空间了 这句话就说对了 所以这是 我自己觉得收获很大 完全通了 你生命是通的 所以练大周天的 小周天 我大小周天 我原来碰过自己老爹 教过那个徒弟 就这儿有个小灯 碰一两 碰一两 你看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印度人 很多也点这个的 其实他有原因的 只不过现在都成了宗教了 都成了所谓的文化 都瞎掰了 不是那个 不是那么回事 那个 那个真的是 有就像指明灯似的 那个十二金门 他说天门开了 就这儿打开了 他就是用他的元神 在指 在指挥着他 那天门闭上了 就是他变成 凡夫俗子了 不是一样吗 你天门开了 你也行 但你得开开 拿锤子凿不开 凿开就给凿死了 他不在这儿 是这问题 我个人觉得 如果朋友能听明白 这都是我个人理解的 但是他非常顺理成长 非常到位 其实你说我怎么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跟大家砍封神 封神演绎 谁真正看明白 我跟你讲 今天在人间这点事 太小菜了 太小菜了 那东西根本就不是个事 不是个事 回来 所以我说 现在的人败落了 韩国瑜 这个帅骑蛇了 他就不应该再干了 结果他干了 今天就赶死了 所以这是他最后对他的一次 蛇钓帅骑是他最后对他的提示 而在此之前的是这条鱼 对不对 这个人就是三里新闻 是把两个也放在一起了 这条鱼 他一获选 这条鱼自己跳出来死了 然后在他大选前 他拿这旗杆舌了 那都是心肝的 这个就讲述的很清楚 他讲述了很清楚的意思 在韩国瑜这件事情上 在提醒着所有中国人 命理注定的事情 和你要相信神 相信命运 其他都无所谓 命理注定 韩国瑜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帅骑蛇跟鱼死 鱼是有灵性的 你不要说金龙是有灵性的 人在龙回转世中 有人转生生鱼的话 他就具有灵性 对不对 他是主动跳出来帅死 用他的生命去拯救 去想为国民党立功 为韩国瑜 劝阻韩国瑜 不要往上选 不要冲了 他不听 帅骑蛇了 有另外的力量去帮他 提示他 你不要再选了 帅骑都蛇了 他不干 对不对 帅骑蛇了是他个人 金龙死了 跟国民党有关系 因为这条鱼是国民党养的 养的一个叫吉祥鱼 走到了今天 为什么今天呢 今天是韩国瑜上班的最后一天 嘴还横呢 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两昆仑 东西昆仑都站住了 不站有任何的位置 这是他完了 我刚才跟大家讲述的 整个这个 讲述那个故事本身 讲述那个故事 就是周天也好 人的这个空间的一个循环也好 是讲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我讲节目的时候 他已经没戏了 这个是由行政院 中华民国的行政院 指派代理人 代理人已经 代理市长已经找到了 是原来曾经在高雄市做过副市长 后来 大概现在是高雄市的参谋 然后由他来 来做代理市长 大概九月份 正式选举 正式 重新选举高雄市市长 陈奇迈啊 应该是民进党的人叫陈奇迈 他现在有公职 他要辞去公职 竞选那个市长的职务 那国民党就不知道是谁了 就我觉得这 这都是政治的东西 政治的东西 由于他走了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讲的是 韩国瑜的失败 这篇文章写的蛮长的 讲述呢 韩国瑜又不输 就是 口气也不输 男也不输 然后说 台湾的民主呢 被虚假的民主给强奸了 就是独裁什么 就讲述了那一番 他没有 他没有能力 去思考 自己 为什么在获得国民党当选 确认时 那条鱼死了 他更没有能力 去面对 那个 帅奇蛇了 但他今天全完了 对吧 他在嘴上争持的一切 无论他 他说的很好听 无论他表现出来的口才有多好 无论他说自己有多冤枉 他说什么都成 你记住 他死在这条鱼上 他死在那个帅奇上 而那两样东西 同样是以另外的 某种神灵的东西 某种力量 在告诫他 其实是在帮他们 但他们不听 他们反着走 他们是精英 他们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 对吧 那就走到今天 所以韩国瑜的故事 是一个非常 非常标准的 去否定 进化论 无神论 和现在政治上 精英哲学的一切 去否定 他完美的兑现了 整个在这种 冥冥之中的 有着神明的提示的过程中 走到了今天 今天因为是他最后一天 今天因为是他最后一天 所以 谁能在从中 醒悟过来 去掉你 无神论的东西 让你告诫 起码告诫你 不信 宁信其有 不信其无 对不对 那我们说 这里边 最邪恶的是中共 它表面上 也是跟中共的关系 最邪恶的是中共 如果有某种神明的力量 借助那条金龙 借助他的帅气杆 再告诉人们 这神明的一切的话 那个力量就同样可以把共产党毁掉 这叫天灭中共 因为给展现出这个力量的本身 中共 他作为中共的代言人 中共背后邪恶的因素 却无力阻止 这一份冥冥之中的 这种神奇力量的兑现 这是天灭中共 在今天的环境中 我们真正可以看到 让今天所有朋友 是眼睁睁可以验证的 所以退党退团退队 在再一次大瘟疫再出来之前 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你可能什么都不相信 很难让谁说一辈子 立刻我现在马上信什么 我觉得有难度 但是呢 从这样的故事中 今天是它完美的结局了 从这样的故事中 你能够品出其中的味道 我觉得就行了 一定说信什么 我觉得我也不敢说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